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人生胜利组的这位律师 他不堪人才两失 无法接受情人离世 竟然杀死对方去坐牢 台湾大搜索团队向监狱申请 独家捐访这位曾经站在人生巅峰的名律师 在爱情这门课里面 要先学会分手的艺术 尊重所爱人的选择才是高材生 她是一名杀人犯 敦苦瑶六年 很能想象曾经是名利双收的名律师 杀大搜 开始自杀了 16年前 东海之狼接连性侵两三名女学生 在世身声援下受害者勇敢现身 法官判继嫌30万元交报 对我个人而言觉得不可思议 案件的审理过程下来 很可能你不只是报案而已 你可能还要 如果有各位媒体记者在那边 带着录影机去全程收证 帮忙庇护的律师刘北元 当时已经小有名气 为了打赢官司不择手段 那时候我们用了法庭外的审判技巧 有舆论审判 因为只有这样子把舆论导过来 我觉得这个案子 才有可能去影响法官的行政 交保的东海之狼 记性男子再次被关回去 判刑四年半定验 但奇怪的是 又传出有女学生被性侵 DNA一比对 才知道东海之狼另有其人 是一名海选属士官 原来体格身高和记性男子都很像 竟然差点被判死刑成替死鬼 269件冤狱 申请134万多元国赔 但无多背负恶名的记性男子 不但曾经被刑搜 还被逼着下跪 其实我很对不起他 两三年前 我在电视上我看过 有媒体去访问记夫人的父亲 他吓死了你知道吗 这么久啊 但同时刘北元名气大开 案子越接越大 像90年发生的细致东科大火 88年讨致风灾米蹄饭店 被土石楼冲毁 要赔园区或饭店多少钱 刘北元就帮这些保险公司打官司 让赔偿减到最少 一件官司接下来少说 一两百万元起跳 当年金奴李维演的魔鬼代言人 他奉为闺蜜 当他看到麻雀变凤凰里 理查吉尔开着家常行凯迪拉克 来接女主角时 就立志自己也扮演到 果然时间间 他成为国内各大公司 争相聘请的名律师 高峰期有上亿元 保时捷跑车 双逼莲花跑车 一辆换过一辆 就像她的爱情 女友也一个接一个 来者不拒 也不止四个 你会很贪心地去接受 很多很多的感情 因为这个没空还有那个 那个没空还有那个 人性的贪 就感情的贪 对 在一个情人节晚上 妻子来电 女友也传简讯给她 希望不离不弃相守在一起 但刘北元却跟第三位女友 张姓女子住在一起 张女很吃味要提分手 刘北元因为工作压力 并沉沦在爱情的四角游戏 精神浩弱 需要用药物控制 这天她尾随张女 进入一家面包店 张女嘲笑她 你每个月要给前妻十几万 你借不到案子 已经没钱了 刘北元不堪人才两失 竟拿出欲藏的水果刀 其楼下砍杀张女十五刀 其中三刀刺进左胸和脖子 张女挣扎着坐起身 又倒下几乎断头 张女母亲看得吓得拦住 刘北元 刘北元才回过神 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跑了 现场掉了一只鞋 打电话给当警官的哥哥 自首杀人 警方带她到现场模拟时 她又显得很镇定 同行和法律系学生 都不敢相信 专业敢言的她 感情上这么混乱 一审一杀人罪 判无期徒刑 但检察官不服 认为该判死刑提上诉 二审改判十二年 六年服刑期间 刘北元因为表现良好 得以调到台东外溢间 我那时候太自傲了 太骄傲了 对 我以为他们都是 以我为中心的 对 我关久了以后 我才发现到说 其实我多么可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都还活得好好 我以为他们没有我 他们会活不下去 那你就知道 你自己当时的想法 有多愚蠢 有监狱先生之称的 黄明正牧师 曾经在美国公读犯罪心理学 足蹈超过两千名受刑人 刘北元第一次建了黄明正 就完了 我觉得是一种后悔 一种鬼物的悔悦 就是觉得怎么会搞到这样 人生从那个高峰跌到谷底 那这个对他来说 是有很大的刺激 快能申请假释了 五十一岁刘北元有空时 就把前半段的人生写下来 名为黑暗之星 他写到周璇在前妻 女友四角关系 在好先生好爸爸好情人之间扮演 但欲望和灵性剧烈冲撞 更加深失眠的痛苦 自以为可以放下的心 在受到刺激后 突然涌现冲动的报复性情绪 我觉得他是我最爱的命 自己对于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跟定位 我一直都找不到 你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你穷不穷啊 进建议去的时候 他是几乎是忧郁啊 没办法睡觉啊 看了满眼都是丑容 就是当我回到祷告以后 他说当你晚上 他就睡到哪里叫 你不用要离开 他就有力气有力气 那个都不应该 尊重生命是很重要 现在他还要写小说 板税都要捐出去 希望以自身的经验警惕世人 不要迷失在名利中 并珍惜身边所爱和爱你的人